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不要松懈 出入时要记得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共同防疫人人有责 接下来带您进入今天的中佳新闻 在老师与家长的陪同下 小朋友盛装打扮上台开心的与金融市长牛昌合照 这是金融市精英奖颁奖典礼现场 去年因为疫情无法举办公开颁奖 今年在疫情巨缓下恢复实体仪式 刘友昌特别向所有获奖的同学表达恭喜 也感谢师长辛苦的教导 更祝福所有毕业生 能够蓬城万里 顺利朝下一个学习阶段努力 能够得到金融奖的小朋友真的很不容易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一定是表现得最优秀 受到同学的一个肯定 也受到老师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那我想今天这也是莫大的一个荣耀 那其实还是要恭喜家长这么优秀的子弟 那但是要最感谢的其实还是校园里面最辛苦的老师 还有校长们的一个指导 那最后市长也要进入所有的毕业生 大家蓬城万里进入到新一阶段的一个学习的历程 全市共有323位优秀的毕业生获得精英奖殊荣 其中中兴国小特教班的张浩宇 虽然患有重度多重障碍 却总是展现开朗灿烂的笑容 并勤奋好学获得师长同学的好评 他在平常上课里面 常常用开朗的笑声来影响到周遭的小朋友 他虽然身体有蛮多的障碍 但是他却在学习上还有动作的表现上面 越来越明显的进步 中校国小富佑的傅凯杰则是绘画高手 身上穿的各类恐龙都是他的杰作 凯杰他是一个个性很好的小孩 然后很会画画 然后念唐诗啊跳舞啊都很棒 然后参加53届世界儿童真话比赛得了佳作 然后身心障碍的绘画也是全市的佳作 许多得奖学生也很开心 六年来辛苦没有白费 更期许未来能更加努力成就更好的自己 就是很开心能拿到这个奖项 因为其实在班上我有很多竞争的同学 我觉得金奖代表着我这六年来付出的努力得到了肯定 你是证实了我六年来学习的努力 还有就是师长的努力也得到证实 还有家长培育我们的用心 而这座象征得奖者展示高飞的金奖杯 其实是以这一位二性广色科学生陈佩瑜的设计为基础 选择就读时间大学服装设计系的陈佩瑜很开心 自己的设计图能成为真正的奖杯 他们正在潮成功的样子 我想要把它展现出来 画他们正在飞翔的样子 因为这是第一次政府帮我把我自己画的平面的东西 然后变成一个实体的东西 然后第一次拿到的时候觉得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教育处长杜国正强调毕业并不是结束 而是人生另一个重大里程碑的开始 像所有学生都能像奖杯上的黑渊一样 拥有远大的目标 精准的眼光以及专注的意志 展示高飞 勇敢朝人生目标前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一箱一箱的N95口罩送到医院 要捐给金融四大医院及各诊所 立体抵护齐心防疫 虽然金融的疫情趋缓 但医院及诊所的医疗物资仍然消耗快速 尤其是N95口罩第一线医护需求量大 那因为我们基隆的染疫的情况相对来讲 跟全国来讲是相对严重一些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防护都非常重视 那我们目前大概就是第一线会接触 比较高危险的 还有专责病房 急诊室这些护理人员 我们一定还有医师 一定都会给他最好的一个防护 所以这N95主要是用在 这些比较危险性高的地方 社团法人台湾台北医疗联盟协会理事长 赵宗杰与立委蔡思英 23日将1万1500多片的N95口罩 捐给金融四大医院及基层诊所 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Omicron就刚如委员讲的 就在全省肆虐 那其实我们台北医疗联盟 不仅是捐赠这个N95口罩 我们陆续也会捐赠一些像快塞4G 干洗手我们也会陆续捐赠 我想这个委员大力的争取 这无非就是要让基隆市民 有更好的防护 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们的医疗院所 都是站在第一线最辛苦的 那面对高风险的部分 那其实他们的防护 需要更好的防护 那当然最佳的防护的口罩 就是N95口罩 那其实过去我们也有曾经都有送过 那这一次是我们想说 很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医疗联盟 我们的理事长赵宗杰赵老师 他特别又在重新募资了一次的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口罩 那我们也跟相关的医疗院所联系 还之后他们也觉得确实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举办这样的捐赠仪式 我们基隆的几个重要的医院 我们全部都会送给他们 那今天我们特别选在 三种的基隆镇隆医院区这边 有我们三种院长 还有我们其他医院院长 来代表来接受 那我想说这是主要是我们非常感谢 第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劳 基隆疫情虽然趋缓了 但防疫物资需求量大 上市部立基隆医院 累积收治了2000多名的确诊者 随时都要保持医疗量能稳定 及足够的防疫物资 从开始确诊到 开始到今天 我们大概收了2000多个确诊的病人 那有中度那有部分的这个重度 那其实这段时间我们的胃材 是要提供我们第一线的医疗通论 那我们有所谓高风险的单位 比如说急诊 那我们还有ICU 我们还有这个专责 然后还有负押隔离病房 现在还有开刀 有一些是确诊的需要开刀 还有产妇 它是确诊的产妇 其实这个 让我们的员工 曝鲁在第一线高风险 是一定要用N9 那当然N9是 现在是大家都需要 特别在我们基隆开始 疫情爆发 从去年的5月 升为全国三级 那今年3月开始 4月那是更严重 那非常谢谢 这次透过我们的蔡委員 给我们这些媒介 台北医疗联盟 关心基隆 缺什么就捐什么 用行动 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感受到满满的爱和鼓励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还有我们的蔡世英蔡委员 长浩和张议员 获得民进党提名参选 金融市的蔡世英 一个早上 接连出席两场捐赠仪式 用行动力挺医护人员 并关心弱势民众 那在这一次获得征召之后 今天我特别 早上就参加了两个重要的活动 就是关怀医护人员 以及关怀身心障碍团体的 这样的两个活动 这个是我们之前就规划好了 我们用这两件活动 当成我今天开始的参与 告诉所有的基隆市民 市应是站在最第一线 市应是站在最基层 市应永远把基层的基隆市民的 想的需要 放在我的心上 基隆市民第一线的需要 就是市应的需要 基层的基隆市民的需要 就是市应的需要 另外我们一同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 打赢这一场战争 也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市应今天 第一场的跟第二场的参加活动 所要表达出来最重要的意义 跟含义在这里 针对时代力量 市长参选人陈维仲 批评他只是现任市长接棒者 只求好接好棒子 并没有任何开创性的方向 对此蔡世英亲自回应 我们来接棒幼昌市长 是最佳的不二人选 接棒幼昌市长 不会有所谓重新来过的问题 不会有所谓的重新规划的问题 我们节省了重新来过的时间 节省了重新规划的时间 因为基隆人不能等 我们基隆市要继续大步的往前迈进 尤其在城市博览会这段期间里面 展现出城市的一个改变 我想这也是基隆人要的一个事情 看到这么多的基隆市民 还有外地的好朋友 来到基隆给予我们基隆市发展的肯定 代表着过去这几年来 幼昌市长加上适应我们推动的目标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第一个在跟各位报告的 那昨天适应很高兴 获得民进党中职会的推荐 参选下一届的基隆市市长 是第19届的市长 那对我来讲这是个责任 那也是个荣誉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对基隆 乐爱基隆这块城市的心 适应长期以来 在基隆生根服务 目前所有的参与者 没有人像斯盈一样 没有离开过基隆 蔡斯盈表示 有信心接棒李游昌市长政策 并延续规划中的建设 自己二十几年从助理开始 选上立委都没有离开过基隆 永远会跟基隆市民站在一起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在海洋广场上 时代力量党主席陈娇华与秘书长白清芬 为基隆市长参选人 陈威中披上战袍 陈娇华表示 陈威中在议员期间 理性问证更推动许多进步的议题 因此推荐他代表 时代力量参选基隆市长 希望与基隆市民共同打造更好的基隆 时代力量在2022年的地方选举 我们踏出非常大的一步 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我们推出县市长的参选人 陈威中议员在议会 在议员的任务任期中 我们知道他表现得非常优异 也受到市民的肯定 尤其在年轻朋友 对维仲的支持非常的高 那这也是他愿意 这个放弃连任的机会 愿意挑战为基隆奉献更大的 这个市长的这个任务 所以今天时代力量 在2022年第一次推出 县市长的参选人从基隆出发 也是我们认为台湾需要有一个 年轻的力量 这个正义的力量 而且是有能力的力量 陈威中则强调在海洋广场 接受战袍象征 时代力量市长参选政治起航 他并以上海共好 移居港督提出九大市政愿计 放弃连任市议员 毅然决定参选基隆市长 就是希望让基隆人除了蓝绿外 能有更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身后就是基隆港 那其实是基隆连接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接点 那在这个地方也是市民的广场 在这边我们时代力量呢 象征说基隆的这一场选战 我们在这里出发 那我也很荣幸成为时代力量提名的基隆市长参选人 那我们也认为是说 今天其实会透过这场记者会和市民说我的市政愿景 我们总共 我们最重要的市政主轴是 山海共好 移居港督 那其实这是非常有基隆特色的 我们跟环境自然可以共存共好 那同时呢 我们又破坏一个处于港督的永续发展的愿景 除了陈威仲 包括安乐区市议员参选人江兴怡 及七土区市议员参选人陈凯鸿 也分别说明参选政见 期盼透过新政治的突围翻转基隆 山海共好 移居港督 移居港督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增台 wenig增长ätt现》 欢迎订阅 台湾 《增加各教堂盟》 你对 construction 吉隆在您的心目中 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吉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美丽吉隆影片征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吉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伤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当您家中监视器 无法收视时 请先将数据机后方的电源线 拔下5秒后再接上 接着等待5分钟 让数据机灯号及讯号稳定 并到本公司官网进行网络测速 确认网络速度是否正常 网络速度确认正常后 请确认您的监视器设备 是否能正常启动 或联络您的监视器厂商 确认设备是否有异常 如果您近期有更换数据机 或监视器设备 请先到官网 重新绑定固定IP新设备 若障碍仍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络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大家换中加宽评吧 中加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望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加宽评 说到基隆 你能想到的第一味道是什么呢 许多人可能会说 咸咸的海味 然而基隆却是一座 咖啡飘香之城 我们每次 因为我们现在是搬到台北 那我们每次回来基隆 一定会去基隆喝咖啡 就是到不同的家去喝 不仅如此 还有一位咖喱沙茶 正代表着基隆身为海港与外来文化交织的美食代表 这是基隆城市博览会 透过场景布置与导览 让更多人认识基隆 其实总共算第一次来基隆 刚才来这边看 我怕是小时候常来基隆 但是其实对基隆没那么熟 所以可能办队长 或是像是支持的承博会 都会比较饿 让外地人更了解基隆一点 那么在地基隆人又是怎么看的呢 本来就基隆人 所以觉得很好 非常好 就是办这样的活动 那当然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那基隆的美食 虽然我们是在地人 可是我们也不见得每一个都会知道 那有这样 比如说这个咖啡厅 我们就大概没一家 虽然网路也搜寻得到 可是看到这个图片 就觉得比较有那个真实感 看了它残尖没落的一个 几乎没落的一个城市 尤其在台北的旁边 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很多组合情况之下 然后这几年看了它的很多的观光 很多的文化 很多的特色 不断发掘出来 我们作为基隆人 也看到很荣幸 也很骄傲 城市不然会让台湾头的基隆 有了不一样的生命力 也期盼未来基隆能够更加美丽 公民记者 庄淑琴 基隆采访报导 让操作空拍机协助记录云苗放流活动 基隆新生代的摄影家林允哲 从五年前就开始上山下海 背着相机跑遍基隆 立志要将家乡的美与转变记录下来 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想法 和知名的已故导演齐柏林有关 齐柏林的探见台湾 让我们感触很深 对 那他记录了他的家乡台湾 那我同样的用摄影的角度 去记录我的家乡基隆 五年的拍摄过程中 遇到无数的人事物 让林允哲想要与市民分享 他眼中的基隆 因此开办了首次个人摄影展 并展出13张照片 包含无人的大无人沙滩 或贵轮进入的基隆港 从外海向跨海景观桥 远眺九份黄金三层的夜景等 其中这一张在明德大楼拍摄的照片 色调阴沉 却是林允哲的最爱 小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长辈 长辈的朋友们 其实也都住在这边 那后来 亲爱的房客电影上映之后 其实有一幕 他也是在这边拍摄的 所以勾起了基隆人很多的回忆 那也勾起了我自己很多的回忆 那也因为疫情期间 刚好看到 有零星的三两的住户 在自己家门口聊天 那也勾起了说 其实我们以前也会常常来这边 找被聊天的那个情景 还有两张特写港区上空的黑暈照片 不过林允哲在和平岛空拍时 空拍机曾两度受到老鹰袭击 让他印象最为深刻 在这五年拍摄的期间 其实我们遇过很多人 很多事 对 那像是我们曾经在19年的老鹰加年华中 曾经一度被 一度的空拍机 被老鹰抓走了这件事情 相信大家都还知道 对 那这其实呢也是一个trouble 那也是一直我们在记忆游行中的一个事件 因为喜欢海 李允哲的作品大多与海有关 且有不少是夜间取景 让外线市民众有机会欣赏到不同样貌的基隆之美 觉得蛮漂亮的啦 对就是像是 因为其实我对照片没有算太多的研究嘛 可是就是会觉得 蛮可以表达基隆这个城市的特色的 对就是平常在 就是这些照片都是我平常在桃源看不到的景色 对所以算是会让我对这个地方蛮有好印象的 还在大学就读的林允哲强调 开个展除了希望让外界重新看见基隆这座山海城市外 以期盼能与喜爱摄影的同好交流切磋 想要了解这位新生代摄影家眼中的基隆有多美 可千万别错过这一场在东岸商场建书店的精彩摄影展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这边还没有办法 或者找到 位于山海明光旁的基隆联合事务所 民众排队等着进场参观 这座由旧火车站转型的时代基隆展场 展出七年多来基隆翻转蜕变的关键资料 包括中央这一座超大基隆市区环港模型 以及刚启用的国文广场 与正在兴建中的基隆塔等大小模型 让许多参观民众直呼收获满满 建模的部分 因为就很立体 刚刚人这一下就可以看懂 整个感觉更都市化 就整个 就很有创意 然后改变很多 就是让我更了解这些建筑的过程 我觉得每一个模型都蛮厉害的 我也是第一次来看 然后整个更了解就是基隆的改变 然后就看了模型之后才 才知道是原来这样子设计出来的 在城博会期间每天都现身导览的基隆市长 林永昌表示 基隆联合事务所展现基隆市政府七年多来 如何集结多方专业者 透过行政效能 重新赋予港城秋相连的基隆市 新的城市风貌 市人最快让国人了解基隆市 华丽转升过程的场馆 因此在城博会结束后 渴望予以保留 未来将规划采预约方式开放民众参观 因为这几天的一个活动 反应非常好 民众来非常非常的多 那很多民众反映了 说这个我们的展间 时代基隆这边非常的精彩 能不能继续留下来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规划 希望能够暂时把它先做一些保留 那未来可能是采取预约的一个方式 那来做团体的一个介绍跟导览 那这部分因为还有牵扯到相关的一个 人力的一个规划 那所以如果准备好之后 再跟大家做说明 根据基隆市政府都市发展处方面的统计 城市博览会十天展期 基隆联合事务所每天都有近三千人进馆参观 是国门展区很受欢迎的场馆之一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两名穿着深色外套的男子 手上还提着一大袋现金 埋伏远景 见状立刻上前将人拿下 刑事局破获一起诈骗案 嫌犯利用手机简讯脸书下广告 以素人股神推荐标涨股为噱头 吸引被害人投资 再利用假的虚拟通货交易平台APP 取得被害人账户 再由旗下的车手提领账款后 关闭交易平台 警方出估至少有六十位民众受害 诈骗金额超过六千万元 本局发现有多名被害人手机 接到简讯内容是素人股神 推荐标涨股票来吸引投资 被害人加赖后 引导到假的投资网站 购买虚拟通货 并将投资款项 贵款到国内的人头账户 再由集团车手提领出 或将款项贿赂到其他的人头账户 以引运犯罪所得来源 当被害人无法出金 或平台关闭后 经决遭诈骗 被诈骗金额高达六千多万元 本案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专办 经搜证完成后 执行具体搜索 查获周姓犯刑等21人 查购账款300万元 犯案用手机 银电 存折等证物 提示警察局提醒 简信加赖投资 被诈骗风险高 呼吁民众投资 应兴合法管道 如有余力 请拨打165 反诈骗专线咨询 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 警方逮捕周姓嫌犯等21人 并当场查扣诈欺账款300万元 以及犯案用的手机 笔电 存折等证物 全案依刑法诈欺罪 洗钱防治法 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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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